你绝对没见过 如此变态的王宝强 只见他将这个胖子 绑到手术台上 手起刀落 给他开长破肚 接下来的一幕 更为诡异 小强竟然拿起几块大石头 就放进了胖子的肚子里 当警方接到报案时 胖子已经彻底去见了阎王 而旁边的石头上 赫然写着一个鲜红的狼字 经过法医鉴定 这胖子是醒来后 被肚子里的石头 活活痛死的 听到如此惨案 今朝老刘忍不住捏了把汗 因为他已经下意识地 猜到了凶手是谁 原来昨天下午 小强就来到警局自首 说自己杀了人 还声称那些人都是狼 老刘经过调查以后发现 小强在说谎 于是他直接把小强 当成了精神病 甚至直接在警局 把小强给推倒在地 没想到第二天 这家伙就真的杀了人 这边老刘还一筹莫展 那边上场里又出了新案件 主持人正在为小朋友们派发礼物 可当好罗被打开的那一刻 一具烤焦了的尸体滚了出来 众人瞬间被吓得大惊失色 没错 这又是小强的新杰作 他将这个女人残忍地绑在架子上 然后毫不犹豫地推进了火化炉 看着女人被活活烧死 小强的脸上并无半点怜悯 仿佛所有的一切 都被他设想了一千遍 这次只是最终的实践罢了 老刘赶到现场后 在商场里再次发现了诡异之处 灯光关闭的那一刻 商场的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荧光的狼子 根据胖子的身份信息 老刘带人来到精神病院 调查情况 经过调查得知 和胖子有过节的 只有一个名为小月的自闭症患者 而巧合的是 小月前不久刚逃出了精神病院 来到小月的房间后 老刘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整个房间布满了涂鸦般的画作 别说自闭症了 在这房间待久了 好人也得生精神病 老刘把小月的作品带回家 寻找线索 没想到同为自闭症患者的儿子 竟然把画作拼在了一起 还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端倪 快看 这两个孩子有多惨 因为身体的残疾被家人遗弃后 每天都在孤儿院 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根据儿子为自己启发的灵感 老刘把小月所有的画作 都拼在了一起 里面描绘的 竟然是不同的童话故事 小绵羊杀狼 灰姑亮红鞋子 没错 小强正是在根据 这画作上的方法杀人 此时警方的调查 也有了新的突破 他们发现小强和小月 曾在一个孤儿院生活过 原来 小强患有严重的皮肤病 小月则是精神患者 两个孩子在孤儿院的生活 十分悲惨 不仅受到其他孩子的排挤 就连老师也是非打击嘛 更有丧心病狂的老师 对他们疯狂虐待 两个小小的孩子 只能借助童话 来慰藉自己幼小的心灵 小强更是许下诺言 要将所有的坏人全部杀光 像童话里的王子一样 保护小月 最后这两个孩子 实在受不了虐待和凌辱 小强逃离了这个魔窟 而先后被小强杀掉的两个人 就曾经在这家孤儿院里认知 他们当年对这两个孩子 那可是致裸裸的虐待 而当年参加虐待的 还有其他两名员工 很快 老刘就带人找到了 小强和小月容身的烂尾楼 但这里除了一些书籍以外 已经空空如也 而这些书籍也全部都是童话故事 此时的老刘显然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惨案再次发生 等老刘赶到现场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残忍的一幕 一个穿着红鞋子的女人被高高吊起 看来红鞋的童话故事已经应验了 为了保护好第四名工作人员 老刘调查出了她的身份信息 这个女人 在当初离开孤儿院之后就转行了 现在的她成功当上了一名律师 此时的女人可谓是心高气傲 面对老刘的愿解和警方的保护 女人不但没有感激 还认为多此一举 直接将警方拒之门外 这个女人当然不知道 她当初所做过的坏事 并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散 小强和小月的痛苦也是如此 所以她理所当然 是小强的下一个猎物 这个女人浑身被黑色交代绑住 脚上还突兀地穿了一双灰姑娘的水晶鞋 就在五分钟之前 她还心高气傲地拒绝了警方的保护 可五分钟之后 警察老刘就从窗户上看到了 一个血红的狼子 察觉到不对的老刘连忙带人来到了楼上 可一切为时已晚 女律师已经彻底地上了西天 但老刘没想到的是 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 竟然也发生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天老刘下班回家 一进门 就看到字牙的墙壁上写着血红的狼子 随后手机上就收到了小强的短信 为了成功救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老刘只能孤身前往小强指定的地点 但他感到实材发现 妻子已经成为了小强的人质 小强还大声嘲讽他 想救命的公主就爬上来 看来这是长发公主的故事 从上到下 每一根铁丝上都布满了荆棘 老刘的手被扎的 谦虚淋漓 可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只能咬着牙 一点一点向上爬 可刚爬上去 老刘就被小强早就准备好的木板砸晕 身上的废枪也被小强捡走 等老刘再次醒来的时候才发现 可以当做人质的 不仅有自己的老婆孩子 还有自己所有的同事 现在的老刘只能任由小强宰格 他毫不犹豫地吃下了 小强准备的毒苹果 然后继续寻找着 妻子和孩子的下落 突然 一块大红布落下帷幕 老刘终于看到了 被吊在空中的妻子和儿子 与此同时 小强也带着小强一起现身 老刘冲上去 对着小强就是一顿暴揍 可小强却诡异一笑 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下楼照毒苹果的解药 二是寻找开关救下妻儿 而老刘此时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所谓的解药 疯狂地在废墟里寻找着开关 这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老刘最终成功找到了开关 救下了妻子和孩子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苹果并没有毒 一切都是小强的考验 在小强的提示下 老刘终于回想起了两人 原来在他们小时候乞讨时 老刘曾经给予过帮助 而小强之所以策划这场惊天大案 除了报酬以外 还要让老刘成为真正的人民英雄 故事最后 小强和小月站在火焰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他们早就厌倦了 这悲惨痛苦的人世间 而老刘也因为这场案件职位近身 他当年那一点点的善意 让两个崩溃无助的孩子 看到了一丝光芒 只可惜 这世界太多阴霾 他们最终还是无法在阳光下 灿烂生活